为了抢业绩 房仲业间以电访或是道府拜访的方式造成扰民 将会被处以6万到30万的罚金 这项新制最快今年底 明年初就会实施 不动产仲介工会全联会理事长就指出 工会自定的不动产经济业伦理规范 已经列入晚间9点之后 经纪人如果为了开发案员 这些事项做出扰民的行为 会依不动产经济业管理条例 处一定金额的罚金 全案已经报内政部 等到核定之后就会实施